凯特王妃闺蜜爆料 她正在经历地狱般的生活 心都要碎了 凯特王妃的闺蜜阿玛亚阿里埃塔 接受采访的时候发出警告 爆料凯特王妃的现状很糟糕 如今的生活就像是地狱一般 迎来了自己的至暗时刻 并且呼吁网友多给一点私人空间 根据外媒爆料 阿里埃塔是皇家造型师 曾经多次为凯特设计造型 并且还为威尔是三宝服务果 因为双方长期保持合作 凯特和阿里埃塔的关系很不错 甚至发展成闺中密友 阿里埃塔接受每日电讯爆采访时 表示自己的心都要碎了 的确很担心凯特王妃 曾经的凯特光鲜亮丽 现在却过着地狱般的生活 身心俱疲情绪不稳定 期待她能够早点好起来 不光是凯特的闺中密友 阿里埃塔还拥有自己的童装品牌 这个时候阿里埃塔站出来发声 为我们传递出很强的信号 看来威尔是王妃的确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之前凯特王妃卷入阴谋论 闺蜜阿里埃塔并没有表态 也没有接受记者采访 这个时候发声的确是耐人寻味 看来就来凯特身边的人都坐不住 需要通过爆料的方式炒热的 这段时间 英国王室虽然纪念日很多 但是大部分时候都选择略过 并没有举行任何官方庆典 此外 王室还在拼命压热度 不希望凯特登上热搜 最好一直都是悄无声息的状态 不少王室专家都认为 如果阿里埃塔说的属实 那么足以证明凯特情况很糟糕 即使肯辛顿公发言人在粉饰太平 但是凯特已经消失了五个月 证明并非一件小事 阿里埃塔跟王室的关系很密切 经常为威尔士三宝座造型 因此王室的情况肯定了如指掌 这个时候出来爆料 不知道背后受到谁的指使 成为最重要的信息来源 在接受采访时 阿里埃塔为自己的职业骄傲 认为能给王室成员提供服务 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 他工作认真负责 待人接物也很有善 多年来跟凯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阿里埃塔跟孩子们相处得很好 跟皇家保姆姆玛利亚波拉洛合作默契 共同为三个萌娃服务 威尔士三宝亮相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穿着阿里埃塔设计的铜装 成了最好的模特 从去年一月份开始 凯特就入院治疗 步步手术之后紧接着就是癌症 王室一开始说复活节能复工 现在已经过去了五个月 凯特还是杳无音信的状态 粉丝和民众的耐心都被消耗殆尽 小编认为 阿里埃塔的爆料有一定的真实性 毕竟他就是凯特身边的人 对王室秘闻也了如指掌 但是闺蜜背后肯定还有支持者 一个造型师掀不起太大的风浪 卡罗尔夫妇现在已经搬进皇家别墅 专心照顾凯特王妃 24小时都陪伴在女儿身边 俗话说上嫁吞针 凯特嫁入王室的时候风光无限 没想到现在生死未卜 真是福获难料 无论如何还是希望凯特能好起来 大家还等着看她当英国王后 将维尔是三宝培养成人 让我们一起期待奇迹可以发生